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松山神会乾隆宴当中 可以看到许多数位呈现的中国传统文物以及诗词 最近主办单位还邀请三岁以下的孩童参加小乾隆才艺竞赛 许多家长带着穿着古装的孩子一起到乾隆宴登台献议 让民众在体验数位科技的同时 也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传统中国风 我是吴若梅 现在十一岁 我的家长是唱歌 跳舞 演戏 说故事 我的人口秀 大家都叫我可乐妹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让你们快乐 那个什么什么 鱿鱼症 皇上是忧郁症 对 忧郁症 皇上您得了老年痴呆症 我 我还没 今天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张仲宇 特别应主办单位邀请担任特别来宾与注点导览 他日前参加中华好诗词节目 一战成名被封为诗词男神 来听听他今天的导览分享 然后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乾隆跟他文物的 对 所以我就想说 因为当导览 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被一些跟古文物有关的介绍 然后其实我还蛮有兴趣 所以我就来了 因为法律系不会特别把人家交得讲话很快 或者是辩论得很凶 这其实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可能习惯 过年有想好要去哪里了吗 神会乾隆宴现场 除了有丰富的艺术多媒体互动装置 还能品尝到美味的中式传统点心